好 剛剛很多人講到我離開之後 現在照相這位是我大學同學 人家是大老闆 他現在專業就是 錢賺購的就是遊山玩水 然後我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說 我怎麼還這麼狼狽 每天跑來跑去還寫書在賺錢 他剛剛那個講到 一二件事就要講到公務員 其實大家現在會覺得公民記者 跟獨立記者存在好像很自然對不對 那就在昨天下午 你知道行政院 行政院在臉書上有一個話給我 他說不好意思在臉書上跟你聯絡 是這樣子的 我們行政院現在要收集 公民記者跟獨立記者的資訊 那我們希望以後也能夠邀請你們來 本院採訪 所以你不覺得說這件事情好像 其實我的過格已經被行政院監看很久了 他是在轉裝 已經監看了很久了 然後還會去我下面留言然後流報這樣子 然後那個人工務會主委會 廠上八點打電話給我說 淑娟你起床了嗎 他講說你乃位 我是陳寶妻 真的 這是真的 其實你昨天晚上好像寫了一個什麼 是不是有機會當面跟您解釋一下什麼 那講到大家會覺得現在公民記者 獨立記者好像很自然對不對 那其實我剛離開要做獨立記者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跟你剛剛很多人講這個 因為過五年了 我已經做了五年了 就有點忘記了 他又回到當時那個情境去想 那的確是 的確是 很困難喔 中間有一些轉折 困難到 其實我覺得 其實剛離禮凱走對不對 那現場我們還有那個環保署 環保署的官員 他現在已經離開了 那其實我回想起來 當時是他們召我 你知道嗎 他們召我 什麼叫召我 大家會覺得現在去官府採訪 可是在那個當下就會有人 覺得說 你現在是什麼 為什麼你 還來我們記者室幹嘛 然後甚至 有人會去查什麼NCC之類的 就說 那你為什麼可以在這裡 那裡面就有很多官員照我 還有我們 我的好朋友 熊瓦 我從一開始在聯合報當記者 就是很多的專業就是他教我 那包含我離開之後 他也不會因為說 那你現在不是聯合報記者 所以我對你怎樣怎樣 所以我對一些人 會特別就是 我覺得冷卵自知 這個社會就是你自己要努力的 然後誰對你怎樣 你就是冷卵自知 那因為有很多人照我 所以我就會順利的過來 包括卓星講照我 那我得獎 然後我就念朱大牌 你得了 你得了 那回到今天 今天大家 剛剛忠勳跟許醫師一直講到就是 專業的參與 如果我們今天已經50萬人 去包圍總統府或是 那個 凱盜 那事情也沒有改變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要想什麼 就像剛剛講說 那個招數都被用透 那其實就在這件事情 就在上禮拜 陳舊豪老師又做了一件 其實我一直認為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你知道六親啊 六親 那個官員 官員心理最清楚了 尤其是帶過空保住的 他其實不用理你什麼環保署長 你今天環保沒有過 我打給誰 我當然打給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 不然就是明天跟總統什麼校長 就是聊一聊 幹嘛理你什麼 什麼公保處長什麼的 對 然後上禮拜呢 他竟然可以透過專業的參與 然後把六親現在的擴廠案全部都檔下 這個是 其實我一直 我一直從頭到尾都一直跟他說 他說你到底在管六親呢 六親根本不是人類可以解決的 那是那個 人類不要去管六親的事 因為那不可能有結果了 真的有結果 那我今天就來講一下那個 因為那個李宇凱給我點菜 就是他想要聽一下那個專業的部分 那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 最精彩就是那個專業的才能 剛剛許醫師講的真的沒有錯 我們那時候在很多在專家會在查房的時候 本來記者很多 然後在下一場呢 本來十個就變剩八個 然後在下一場呢就剩五個 然後到 再來呢就剩四個 然後剩四個的時候 講完的時候 就我旁邊兩個記者話問我說 小豬姐 我說怎樣 你剛剛都聽懂嗎 這真的很難哦 就是什麼斷層 然後什麼 什麼K值多少 那地下水流向怎麼流 他真的聽不懂耶 所以大家就知道那個寫這本書有多難寫 聽都聽不懂 那時候要去搞懂 那搞懂什麼叫做路頭 路頭怎麼清 會出現那個什麼 真的都聽不懂 那當那個記者問我說 你都聽懂嗎 我說沒有 然後 在下一場 所以到後來就是 到最後就只剩下我 還在寫 因為真的聽不懂 聽不懂就算了 你回去寫 然後交一個稿給報社 我們現在 我們有那個流報記者在 那個浩岩在 然後 你要知道那個報社長官就會寫說 你在寫什麼 對 那你光解釋跟他講清楚 他就不耐懂 他說 這條不要登 所以這種機會根本就 根本就不可能登出來 為什麼後來有機會登 有機會繼續登 其實剛剛講到什麼黑白道 我們 跑交通都會比較好處 那我們是常常接到那個 白道黑道的電話 我就記得我第一次 對這個事情有興趣是 其實曾經老師之前就講很久 我都聽不懂 然後有天就在報社值班 想說選擇也是選擇 我就跟他說 那你要不要把你的那個起訴書 寄給我 那一看第一次就看懂了 那看懂之後 就開始有興趣 可是你要知道 在報社的分線裡面 這個事情 我是跑中央淡寶署的記者 如果你是台南的事情 是台南市的記者要處理 那你如果未經同意就跑去 那算是採線 所以你知道當記者真的很辛苦 我就是利用自己 因為太有心 可是你又不能暴露說我要去 因為你知道這樣講不好 就是其實現在很多的團體 地方的事情都要到台北來發生 為什麼 因為地方的記者跟當地的黑白照都很熟 所以你如果瀑布說你要去寫這個事情 其實就會被破解 所以就是利用自己的休假 然後又自己買車票 然後又跑去 然後就採訪了 然後回來又不敢講 那你知道那個報社 都有那個長官會輪班 所以還要去調查長官的習性 你剛剛去調查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 他調查習性 然後調查今天誰休假 那個可能不喜歡這個稿的人今天休假 然後你就趁那個機會把稿發了 那你要知道 聯合報跟中國時報這種 就是像一頭沉睡的大象 這樣講好不好 就說他平常 所以記者 當記者其實要很有策略 至少我當記者是很有策略 就是會那個偷襲 偷襲 然後偷襲之後 不是我媽六親 然後登半個版 然後隔天 就想 你知道記得想陳盛追擊嗎 然後就繼續寫 然後寫到後來就有人 偷偷跟你講說 你不要再寫 你不寫就算 你寫出來 那個大家就照你寫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回來就是 偷襲趁一個機會就登了 然後隔天呢 一大早 我們報社行政長 我們就打電話來了 就說那個某某人找你 某某人就是那個 有洋的老闆 然後有洋老闆 其實在很多我參與的場合 他都會討論跟我說 朱小姐你好 你最近好嗎 真的真的 然後我就 我我我我我 我我 主經理你好 類似這樣 其實你說我們記者很大的 其實也會害怕 可是就是說 你要掌握一些原則 比如說我身上會帶刀之類的 對 就是 當寬寬記者真的很辛苦 就是你要注意這種事 然後比如說你做捷運的時候 你要注意不要站太前面 我現在 我現在還擔心 我現在可能會過濾 還擔心到一點就是 你知道那個做捷運要下天 下那個手馬蹄嗎 那我不敢站這樣 因為這樣會被推下去 所以我都站這樣 然後手抓著 看後面 真的真的 就這樣已經變成習慣動作 就是這樣 好 進入那個 那個余凱給我點菜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證據力 有人幫我翻頁嗎 這個 這個可以自己翻 好 謝謝 好 大家看我或看他都可以 看他好了 我講一下那個 就是泳陽的正距離 你看泳陽在哪裡 你看這個 就是泳陽長址 然後里南村 他其實跟里南村的距離 是只有610公尺 然後距離烏山頭水庫 飲用水水水水保護區 只有一公里 那其實他本身就是 集水溪自來水水水水保護區 本身就是 它是面積9.2659公頃 隱瞞一般世界廢棄物 如果成功的話 每天會隱瞞1000公噸 你知道我們環保署 就是什麼樣的規模是符合環瓶 有些要環瓶 有些不用環瓶 它是符合音實施環瓶的規定 主管機關是 大家知道有些環瓶是在地方做 就是地方開發就是地方做 如果主管機關是中央 那就是要送到環保署 那這個事情就是在台南縣環保局通過 2001年9月12號的時候通過 那一直到2010年11月30號 台南高等法院判 衛照環瓶書有罪 這是依照環瓶法第20條 你如果衛照就有罪 其實環瓶法14塊20年的 這是第一件 第一件被判環瓶書有罪 那一直到2011年4月12號 撤銷反平結論 所以看起來就是從2001年9月到2011年4月 整整就是10年的時間 好 那他興建完之後 對這個地到底有什麼影響呢 那個領南村呢 大家知道領南村多遠嗎 我還形容那個許醫師跟我形容的 他說從台南市喔 你如果去青山村要帶一個便當 要去領南村要帶一個便當 如果要去領南村的青山 青山村 應該是這樣 你如果從台南市要去東山 要帶一個便當 那如果從東山要去領南村 你一定要帶兩個便當 意思就是說 早上去一傍晚的味道 這麼遠 那領南村在哪裡呢 就是在更裡面 那就是不會有人去的地方 他現在住的地方呢 就是三百人 種植柳丁跟龍眼圍生 然後他旁邊 他有一條那個龜蟲溪 大家如果去過那個村莊 我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房子都是沿著那個河居住 沿河居住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可以把他的水拿來灌溉 那我也可以儲水 你知道儲水嗎 就在沙裡面挖一個洞 然後淨水 然後拿回家用 那有時候那個養牛養鴨 就是水掃的時候 牛啊一樣 就可以從那個河裡面穿過去 那這個垃圾場呢 就是在那個龜蟲溪的最上游 所以呢 如果你的滲出水流出來 污染了那個龜蟲溪 其實你的村民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生存 那第二個影響呢 就是我剛剛講說它是集水溪 自來水池的石漢保護區 它本身就是保護區 那南部南方剛剛就是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就是烏山斗水庫保護區 那如果你的水呢是往南呢 就會污染到烏山斗水庫 那再來就是其實那個地方喔 那個地方是整片都是凹地形喔 所以它是有指標性的意義的 如果它一過呢 其實 其實那時候 剛剛許醫師講的比較含蓄 其實 當時的議長就是最大的投資者 所以每個議員呢 你知道掩埋場 掩埋場的那個 掩埋場率是非常高的喔 尤其是那一般系列飛機物 或是有毒飛機物 你收一頓可能就是上萬塊喔 有航無事 那我今天收了 我也不過去買而已 你看那個 永陽那個老闆 那是開什麼賓室啊什麼什麼 旁邊都有兩個小弟在往路的 我都記得他去環保署開會的時候 我就會在後面拍他嘛 他都會帶那個可口可樂 一般的開會不會喝可口可樂 他就帶可口可樂放在那邊 然後穿一個那個 剛差的雪亮的皮鞋 然後就 抖啊抖啊抖 就是這樣子 那旁邊就有兩個小弟 就是只要 比如說許醫師發言 就瞪著他 類似這樣 他的工作就是負責瞪著他 那你瞪你會發毛耶 等一下要不要怎樣 那這個運動的困難在哪裡呢 我可以這樣講 我保環境 我保 我雖然年紀滿大 可是我是很晚才當記者 做過很多奇怪的事情 然後當記者 我當了16年的記者 我覺得這件事情 以我來看到的狀況 我覺得他是最不可能成功裏面的第一名 那一直到2011年4月12 其實那天我在現場 我聽到那個環保局長 面出要撤銷的時候 我就想說真的嗎 我就認住了 我想那個勇洋老闆應該跟我想法一樣 因為他當天就是很輕鬆的 只帶一個小弟 然後一樣就說 朱小姐你好 我說總經理你今天好輕鬆 都沒帶什麼資料 他說對啊我都這樣啊 然後他繼續 他應該也沒有想到今天會不會撤銷 那就撤銷 大家都沒有想到 他為什麼困難呢 第一個他環品已經通過了 他剛剛大家看到那個影片 那個蘇漢志縣長講說 是上一任通過對不對 那據我所知 上上禮拜有一個人跟蘇漢志吃飯 他有轉述給我聽 他就在抱怨說 都是把那個陳唐山留個爛攤子給我 所以就是那個一代作孽 然後接的一代 可是我覺得蘇漢志很可惜 因為他其實還年輕 所以他還是應該會在政壇有一些發展 所以大家都功課都幫你做好 結果你最後的時刻你沒有撤銷 你讓那個賴清德簡現成的 那我覺得我在想 他應該回想起來 他是失算的 他是失算 那這件事情環品通過了 而且又陸續通過 像學徒保留計畫 什麼什麼都通過 那基本上以我跑環境那麼久 如果一個事情環品已經通過了 其實大概都不要再吵了 你不太可能再翻案成功 除非你去握鬼啊 或是什麼 以死不寵啊 或什麼 而且他不帶環品過了 他都蓋好了 他蓋好了 都已經蓋好了 而且我們 你知道環品 我們如果對行政處分有 就是不滿 我們可以去宿願 宿願不成還可以去訴訟 可是當環保團體 2004年去介入的時候 他都超過三年 所以所有的救濟 完全沒有用 那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就是一個村莊 就只剩下老人跟小孩 真的不是蓋的喔 就是真的是老人跟小孩 我以前剛開始寫 寫六七十歲 後來成功的時候 是寫七八十歲 因為經過了十年 經過了十年 經過了十年 對 還有就是說 其實我早期去採訪的一些阿公阿嬤 就是每一年 你就會發現有些人沒有出來 那表示什麼 我也沒有再去問 那真的就是沒有出來 就是你會發現 那個阿嬤怎麼沒有來 對 然後就是媒體也不會報導 這種事情 就像我剛剛講 某種程度 有時候也不是記者的問題 有時候就是 你寫半天 而且就是你沒有辦法打很難的東西 口語化 還有剛剛周軍講到 程老師很盧對不對 他盧到就是 大概每一天都會開記者會 報生早上就想說 怎麼又是成交王 他怎麼又成交王 他怎麼又是成交王 真的 我以前那兩個報就常常被罵 怎麼又是他 怎麼又是他 每天都一樣 沒有梗 報社長說 沒有梗的稿不要嬌籃 自哀一點就不要嬌籃 媒體也不報導 然後 也沒有名在支持 那個什麼議長 其實都是股東 剛剛講到蘇萬志情節 大家知道蘇萬志 他怎麼起家的 大家都知道 現在實話很熱門 就是那個反七青 我還記得他說剃桃 有沒有 剃桃 哇 他真的是 那我們現在對付的就是 就是蘇萬志 所以其實後來那個 沈世宏 大家知道沈世宏嗎 沈小華 我們現在非常懷念他 因為如果高雄氣爆的時候 他一定會出來一直發新文法 對不對 這個成績 我不知道他怎麼會這樣 那時候的焦點呢 就會跑去環保署 就像環保署 安安靜靜 什麼會國宴啊 什麼就安安靜靜 打手機不接 所以他就不會成為那個箭靶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們要怎麼鼓勵公務員 各位宇凱 宇凱現在是公務員 你要怎麼鼓勵公務員 就是願意做事的人 他就會變箭靶 那不接電話的人 媒體就找不到他 去逛他 我一直在想說 因為我認識很多 真的很有理想的公務員 那我們要怎麼樣 讓這個公務的系統 整個的氣氛能夠熱落起來 我要講快一點 不然我要講兩個小時 好 所以這個事情目標就很明確 他剩下最後一張 試運轉許可證 還沒有發 還沒有拿到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這個革命最多最多 只能慢慢擋這件事情 就是你試運轉許可證 如果沒發出去 他的垃圾就不能進去 然後第二個目標 是撤銷永難的環境結論 老實講 我不認為這件事情會成功 就是第二件 我是不是比較悲觀 我說不肯成功的事情 陳教導老師都半成了 還有我覺得那個反風車不肯成功的 這個徐醫師也把它弄成功了 這個 我要回去修正一下我的神官 好 那這場運動的重要 我覺得它雖然是一個小村的革命 可是它涉及到很多的國家有序的議題 包含國土規劃 就是說我們的垃圾到底要埋在哪裡 還有就是環平制度 你看知道環平制度 我們國家像高雄七八之後 行政會不是要成立一個十人專家嗎 我聽了就 天啊 你知道在上禮拜六 在審查的時候 環平委員 你知道環平審查有個閉門會議嗎 就是大家不能拍攝啊 他們就暢所欲言 反正 你閉門會不能拍嘛 所以我就暢所欲言 結果委員講說 這個六清呢 這個數字這麼複雜 其實我們在審的時候 我們也搞不清楚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也不可能去驗證 所以我們也只能相信六清提出來的資料 你知道我們的專家 就像打迷糊仗 就是過跟不過 因為你聽了就是很害怕 所以我們把我們國家的很多事情 將給專家治理 這個到底要怎麼辦 更何況很多專家都是 都是沒什麼良心 而且這件事情有牽涉到政治人物的誠信 剛剛許醫師講說 他不相信書案是有拿業者的錢 我相信這句話我也講不出來 可是你要公文員去撤銷 我曾經做過的行政處分 那是困難的 這是困難的 你知道現在就是專業犯罪 這是有專門的老師 在幫忙做很多事情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重要就是 他最後成功了 然後我認為那是 公益人士的無私 還有鄉民的堅持 他是捍衛我們土地正義的一個基石 我講一個 講一個村民的例子 你知道那個要蓋野埋場 要有兩條人外道路嗎 那有個阿伯 他的地剛好卡在那個道路上 那他其實是業者 沒有經過他同意 就去把路開了 結果後來知道以後 同樣有兩個人 比如說像何忠勳的地 跟許醫師的地 何忠勳知道 就去敲詐那個業者 說兩千萬塊 他就真的賣給他了 這個許醫師這個阿伯 他就堅持不賣 他就堅持不賣 這個是裡面我覺得很感人的故事 然後你知道在運動 因為他不賣 所以這個事情就有一個長跡 然後後來有一次革命成功之後 我去那個里南村他家 就看到他在幹嘛 你知道阿伯七十幾歲 快八十歲了 他中午都在幹嘛 應該是睡午覺 就沒有 就是他在 他在加碰肝 就是要裝碰肝給人家 那一照裝碰肝跟裝流丁不一樣 流丁就是對… 裝碰肝要一個一個裝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抱怨說 你看這個肥子 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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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做死人到這裡 已經聽不下去了 就旁邊一個阿伯就吃飽出來 這樣好… 說你以前那一塊 沒本素燈 你現在吃二十歲就有了 對不對 你這樣加本工加到那樣辛苦 我記得他講過一句話 我真的一直記得很感動 他說 這種事情我如果不可以 對我有利 可是對別人不可以 我整個村莊都不能住了 這塊檔子 剛躺走 所以裡面有很多這種人 當然外面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可是裡面就有很多這種人 那個精神很感動 這個我講一下說 我們那個陳老師 他是怎麼聚信你去 看到這件事情的疑點 比如說 我覺得我從他身上 從這件事情 已經從他身上 學到很多新聞調查學 或是理研究所的調查學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去比對那個時間序 你說這個事情 2001年2月12號通過的五天前 他就查到說 自然水水水是保護區解鞭了 就很奇怪對不對 然後他就有個疑問 就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解鞭 其實在講這個時候 他都完全不知道後面是什麼 他說為什麼要解鞭了 接下來就是開始看環冰書 然後他看環冰書的時候 就是看到裡面有一張 1991年的航照圖 然後他看起來就覺得很不協調 其實只有 我怎麼看都沒有覺得不協調 只有他看得出來不協調 這個參與環境運動的專業 也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你自己要看得出來 我看不出來 對 所以他因為這樣子 他就把所有可能買得到的土都買來 剛剛年曆玉有講到買土的事情 把就是我買得到的土全部都買來 大家知道這個要花錢了 買一張就是一萬 買一張土一萬 所以就是說 你不斷出力還願意 你不知道買圖有沒有用 可是他就去買圖了 買圖的時候怎麼對呢 就是把那個 那個業者的環民書的圖放總編 然後他買的圖放右邊 然後就開始對 我跟你講他也對給我看過 我也看不出來 我說老師你怎麼對 他說對文路 對那個航照圖的文路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 然後後來他就發現他 終於對照一張 你看這是1994年四張航照圖 正確的 為什麼是四張 因為永陽那個角落 剛好要拍四張 他在角落 所以要拍四張航照圖 才能夠把永陽的圖能夠顯示 那他去買的圖裡面 就清清楚看到左下角這一張 上面有魚池 兩個字 可是我們的環說書上 附的是這張圖 那上面沒有看到魚池對不對 大家沒有看到左下角的魚池 所以他就對 就對照文路 就是民國73年的杭照圖 所以他就大膽的假設 左下角這一張就是被換過 被換過 那開始疑問就出來了對不對 然後他又開始看環評書了 為什麼很多本報告裡面 都會出現這些字眼 就是地表下二十公尺內 沒有地下水 然後就 然後我們剛剛講那麼多都跟水有關對不對 後來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想要查一下那個法律網站 然後他就去訂 為什麼要訂閱法律網站 大家知道嗎 我們現在都很習慣去Google Google什麼法什麼法對不對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我們現在去Google什麼法 都是只看到最新的法 你不會看到過去的法 那你一定要查到它是 當時 比如說我這個事情是 民國70年做的事情 你要違反當時70年的法 才能夠找出那個證據 如果你當時違的那個法 到了民國90年被改掉了 你就看不出來 對不對 可是他我們要證實是 你違反了當時的 你做那一事的時候 當時的法律是什麼 然後就是訂閱 訂閱一個法站 就發現一般廢棄衛生野蠻 我現在這樣講 大家會覺得 因為有一個攝影師就跟我講說 以前我跟公司拍過片子 他說看你的片子 好像什麼事都理所當然 其實不是 就是很困難 不斷的找東找西 找到 會發現一般廢棄衛生野蠻場 設置規範裡面 有一個規定 就是你野蠻場的選擇 應該要避免地面水 佛羅水、地下水 等水量過多的地區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開始有疑問 就是他了 不是我 換圖 然後又強調沒有地下水 是不是為了要避開這項規定 專業參與是這麼困難 就是 我有去過他家 他家 他家全部都被黃明書塞滿了 黃明書以外就是很多縣 因為他家很多層 就是網路線就會拿來拿去 拿來拿去 好 那有了那些疑問之後 所以 其實所謂的專業參與 是實實在在的 很扎實很扎實 就是很實在的功夫 所以他就去做野外實驗 野外實驗 第一 徐林醫師好像也有去對不對 就是 簡單講就是找了一個坑洞 然後就把裡面的水都搖乾了 搖乾之後 所以我就在上面放一支紅石 就坐在那邊 看他水會冒出來 就看他說 那很多有冒出來 就表示這邊會有地下水 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他要去仿查居民 比如說問說 好奇寶寶 你住在這邊這麼久了 你知道這邊有水嗎 仿查 一個是實驗 一個是仿查 這就是功夫 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出一個SOP 仿查居民 居民就說 對啊 我們從小沒水 就是在那邊去那搭水 哪有可能說沒水 然後他不是這樣而已 他還委託正牌的學者調查 委託學者調查 然後也證實說 這個地方擾洞 然後有時候會有水 所以他初步在心裡確認 就是這個地方 地下20公尺以上沒有地下水 還說出這樣寫是未上的 就初步自己這樣子假設 你看這個就是他當時野外實驗 就一個人 他也是神奇迷惟 大學教授 然後 我覺得他真的很感人 他跟我講過 他先生是醫生 醫生都在很多 不 現在都血汗醫生 現在醫生真的很辛苦 一定要尊敬醫生 有一次我約他 然後他早上就是 眼睛有點腫腫的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眼睛腫 他說 我昨天晚上值班 他值班早上又出來做事 我說 那你隔天 值班以後隔天不能休息 他說對 我說那你一個禮拜要值幾天 他說三天 我說那這樣不是跟那個工友一樣嗎 就是很辛苦 就是血汗醫 好看這邊 他就是這樣 然後在那邊看水有沒有冒出來 野外實驗 然後去看旁教徒 就看到那個 他也開車帶我去旁邊繞過 的確有大大小小的水池 的確有一個接一個 一個接一個 那這個呢 你看他照顧他婆婆對不對 前面那個是他婆婆 就是他帶他婆婆的休閒活動 就是帶他去餐禮 去幫忙 幫忙抗議 這個場合很有趣 就是後來他們去檢察官那邊 那個要求檢察官起訴 然後去調查地下水 那他沒有擔心那個業者會在水井裡面 搞一些有的沒人 所以就在那邊顧警 就是大家等會在那邊顧警 看那個警有沒有被幹嘛 這樣 那另外呢 就是他會去比對那個 所有業者的報告 所以大家要記得時間序的排列 一定會看出東西 你如果有時候對一件事情 不太清楚的時候 像我現在當記者 我從以前當記者就有個習慣 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到這裡對不對 我就會開始寫 2014年8月9號 晚上9點 看到這個有名的公民記者 朱水文人生 好 那今天天氣晴還是雨 就是會記下來 那大家不要小看這個 我曾經因為這樣子 還幫陳老師作證 還打贏官司 因為他去NCC看一毛 去那邊靜坐 然後後來靜坐只有兩個人 那後來兩個人 我就跟一個警察說 警察在改變 我說一靜坐 靜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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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那靜坐要幾個人 才不會違法 他說兩個可以 那我就在筆記本上寫說 某某幾個 而且我嘲笑他的手機 我做事機 當記者是很仔細的 謝敏海大哥 您的手機可以給我一下嗎 就是 各位當記者 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遇到一個人 要把他的那個身家 什麼都寫在筆記本上 保證你一定有一天會用到 那就是 就是後來人家警察去告他 說他違反那個集會有刑法 後來我去作證的時候 我就翻開我的筆記本 我就跟那個法官說 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警察跟我講說 只要兩個人靜坐 就不違反集有法 然後法官就說 那你有他名字嗎 我說有 你有他電話嗎 我說有 後來下一次那個警察就來作證 那個警察碰到我就說 朱小姐 我覺得你管太多事了 真的 我說你講你該講的 你管我幹嘛 就是這樣 好就是那個時間序 還有那個筆記 大家要記清楚 一定有用 好 然後另外講到 剛剛是講地下水 然後講到那個斷層 因為後來這件事情 到最後的論戰就是 這個地方到底有沒有地下水 有沒有斷層 我如果講時間快到 可以包喊住 我講快一點 好 就是那個環縮書裡面 有一張1986年的 中油嘉義屠服 嘉義屠服聽懂嗎 我是後來都聽懂 很難很難 然後那個業者付的 就是掩埋廠的位置 跟實際距離差了8公里 那現在真正的名稱 就叫北市坑斷層 以前不是叫北市坑斷層 正確應該是穿過那個場子 那後來呢 後來就是那個 有舒患寺的承諾就是 你只要斷層通過就不會 浪垃圾進來 所以他在抗議的時候 有時候你去現場逼那個官員 有時候要逼他講出一些承諾 然後你要當記者 你看我其實今天來講 我也是什麼都帶了 錄影機 該帶錄影機 我們就錄下來 對對對 然後這個手機 對 筆記本 什麼什麼 就是已經養成習慣了 沒辦法 我爸跟我講話 我也拿去錄影機 就是已經習慣性職業病了 好這樣子 好 所以呢 要把舒患寺的承諾錄下來 他就說只要斷層通過 就不會有那個垃圾進場 好 後來呢 他不是剛剛 徐治剛講說 不是常去找舒患寺嗎 然後就是他們找到這個嘉義匍匐 就是以前叫牛丑子 斷肯 現在到北市坑斷層 就通過永陽藏子 就跟那個舒患寺講 舒患寺就說 那中有也不是官方 不能做官方資料 好 那就繼續再去找官方資料 對不對 就是經濟部地調所 剛連日講到那個 杭照圖 農民杭照圖 其實大家在做環境運動 一定要知道有些地方 有些武器要用到 我最近就發現這個地調所 真的很有用 包括清淨 也是他們公告的地滑敏感區 清淨才暫時被擋下來 然後這件事情也是 在經濟部地調所裡面 就找到新化屠服 就是有標示有通過 然後陳教授老師又跑去說 蘇巷長你看這個 這個總是官方的吧 怎樣怎樣 要不要認帳 然後他就說 這個比例子太小 這個沒有辦法證明 其實他 我覺得蘇巷長心裡有處 只是說 你很弱的 你一天這麼弱的 其實這關於不要特性 你在咬住他 官員最怕就是你不去咬他 你咬他 那又有證據 好 那接下來呢 陳老師沒辦法 對不對 他又去找那個陳文三 陳文三 這個也是 跟他也是素未謀面 他後來又去幫他們做了一個報告 就證實那個北施坑 斷層通過長子 這段後來陳老師又把那個報告拿去給陳文 說哎 陳老師你看 這個陳文三 因為陳文三很有名 他也不敢說他怎樣 也不敢否認 可是他又講了 他說 這個業術好像有點少 啊 不然報告要怎樣 好 就是簡單講 就是他在敷衍那件事情 他不想承認這樣 那後來因為這樣子 就到台北來抗議 抗議的時候 事先有先找立法委員去找那個 沈小某署長 然後我覺得他做這件事情也是不錯 因為地方的環評基本上中央要介入 他很難去撤銷他 可是他至少開出一個平台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就是平台開出來 接下來就是看各自的功夫 最近有很多官方在辦什麼什麼公民咖啡館 大家就喝喝咖啡小孩幹嘛 都搞不清楚 可是就是說 就是說平台開出來 你還是要看自己 看自己的忍耐 後來就開啟了這個專家會議 要幹嘛呢 就是要驗證說場子有沒有地下水 他流哪裡 流向流哪裡 那這個也是我參與過我覺得 最典型的專家會議 我不認為會出現第二個 我有全程的錄了十次 就是看了之後很感動 就是你人民的參與 但也碰到幾個就是 很有良知的學者 你知道教練會裡面就 你會看到很多氣氛怪怪的 比如說你知道那個 泳陽的總經理跟小弟在那邊 他在幹嘛 他就是也看著專家 就是那個 這個憲耐大哥 誰要講我不對呢 就會這樣 好像那個龍捲風 所以就發現有些專家 來了幾次就沒有來了 那糕真的有用 大家都不想惹事 零兩千塊還被你這樣 好 那就是要驗證說有沒有殺鹽 有沒有黎炎 那這邊有沒有裂隙帶 這些這些東西 對 那這個專家會議也是史無前例 就是你知道以前 我們這樣參加官方的會議就是 大家會拿著那個 就是業者的報告對不對 那管理團員呢 就是在那邊質疑說 你這樣不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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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他能夠找出錯 已經了不起了 就不是 陳老師他會自己做一本報告 所以你每次參加那個 專家會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個 桌上有兩本報告 一本是那個業者做的 一本是陳嘉浩老師做的 兩本 兩本喔 自己做 我今天不是指審你這個業者做的報告 他是這樣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這樣會史無前例的 定出的目標就是 除了驗證那個陳大的報告 陳大的報告 對不對以外 要驗證環保台提供的報告對不對 那當天第一次我就看到那個 做這本報告的陳大的兩個老師 都到現場去 就開始說 這裡沒有地下水啊 那另外也就是說 這裡沒有斷層啊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輸出了 他們兩個不用辭職 為什麼沒有去逼他們兩個要辭職 一個陳大拿著業者八百萬的錢 做了一本完全不對的報告 應該講衛照吧 還指名點信到現場去作證 為什麼 後來我輸 有人就說 一般的時候我們會比較客氣 不要指名點信 後來我就覺得 要把他的名字寫出來 就指名點信 第幾頁有寫 有有有寫到 第幾頁 我忘記了 你真的 而且 因為我養成很好的習慣 就是我都會去錄音錄影 所以他沒有辦法否認 我們很多學者就是這樣 就是 學者治國蠻可怕的 尤其我覺得 我們現在很多政務官 都是學者來的 我們整個的政務 變成一個大實驗場 每個政務官下來 就 在他臉書就開始發表言論 那我接下來就輕鬆了 我九月要回去開課了 每個人都用這種心態來當政務官 他們這個中華民國不倒才怪 早就倒了 早就倒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對 不過我那個好朋友 我還在 我常常跟他講說 你們這些人不要敷衍我 哪天我變環保署長 你們就宅信 民進黨跟國民黨 都不敢親民當 一百七十一夜 我如果當環保署長 環評率不過 陳昭徐教授 陳昭徐教授 好 你看這張圖 大家看這張圖 真的會 每次看到這張圖 看多少邊很感動 你知道陳昭徐老師前一天 他才去開刀 結果 你知道我們不能相信 那個業者的調查 他對調查是緊叮的調查 比如說 他為什麼要去那邊啃啊啃啊 他在幹嘛 一定要把草清完 然後才能夠看出那個路頭 大家知道那個斷枕有路頭嗎 他左邊穿紅色褲子 那個就是他 他就啪就爬上去 就開始在清那些草 讓那個路頭能夠露出來 所以其實在 在專業會裡面委託調查呢 真正後來找到路頭的人是他 他找到之後 就把那個顧問公司叫來說 某某祭司寫下來 這裡有一個路頭 他是這樣子在追這件事情的 那後來總之就是 後來結論就是這樣 就是 大家看到右邊是 北式坑斷層 就是通過場子 那左邊那個呢 那是什麼 就是裂隙袋 裂隙袋就是 你如果那個 裂隙袋就是 有地下水 他就會從裂隙袋裡面流 就會流下來 這樣子 那最後呢 我就覺得做環境運動 真的要感不感受 但後來他就覺得 這是家衛是最後一站的 就他自己去募款 他叫有寫募款 其實都是他自己出的 就拿了三百萬出來 三百萬 誰做環境運動做到這種程度 三百萬 大家知道 三百萬在南部可以買 一棟房子 透天的房子 三百萬 不是三百萬而已 他連委託那些 哩哩哩哩哩調查的那些 有不止 所以其實 專家會議結束之後 那個勇洋總經理在那邊 抱怨說 你看我們勇洋花那麼多錢 花了七八百萬 結果得出個結論 是對我不利的之類的 其實他們也花了差不多的錢 聽說他兒子女兒 常跟他抱怨說 財產都給我開掉 就這樣 然後自己鑽井 鑽了十二口井 自己鑽井做調查 誰會幹這種事 鑽井之後還自己去做調查 就是 他一直到現在 每個禮拜都還會去檢測什麼事 就是一件事情結束 不是就結束 他會 他想要知道 後來許醫師跟我講一句話 之後我很感動 就是他說 其實在這段過程裡面 我們也很想知道 這裡有沒有斷層 有沒有地下水 如果沒有 大家都不要吵了 大家都知道 垃圾要放在偏遠的地方 那這表示什麼 表示 環保團體這邊的參與 也是隱性的 也是想要用證據說話 如果 我也想知道這邊有沒有 如果沒有 我的計較就沒有立足點 而且他講這段話的時候 我很感動 就是我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我也想要知道這裡的狀況是什麼 所以他一直到現在 每個禮拜都會去測那個數值 那當然就是專案會之後獲得重大的成果 就是 就是那個 有斷層 然後有地下水 可是那個結論是說 是 往東南 可是他不死心 他說不是 這地方應該是往南 所以為什麼要每個禮拜再去測水機 就是他一定要證明這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的結束 不是就結束了 其實我若是勇揚老闆 我花多少錢買通了官方 又把那野蠻場都弄好了 我怎麼可能就放棄呢 我就記得 後來野蠻場去開化的時候 後來打陳老師的指使的理事 就是 後來我覺得陳老師 很多事情真的很感難 就是後來不是有人打他嗎 那我看到書嗎 有人打他嗎 打他之後呢 就是檢察官起訴嘛 然後他竟然和解的理由 他拿出來希望跟那個人和解的條件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他說 好 你要跟我和解可以 我要你開瓦野蠻場 所以他的和解 不是要叫你拿一點錢來給我或是幹嘛 就是 就是我要證明那個野蠻場 到底有沒有已經偷埋垃圾了 然後去開化的時候 那個老闆當然也是流氓 就在旁邊就問他 就跑去問他說 你幹嘛打陳老師 他說沒有啊 我也是想跟他溝通一下 你幹嘛這個 沒事打我們野蠻場這樣子 就是 幹嘛講到那個老闆 對 他就是 我要講的是說 他在那邊就很可惜的 那個口氣都很可惜 人家說 朱小姐你看 這個垃圾場 已經做好了 馬上垃圾就可以掩盲了 怎麼莫名其妙被擋下來 就是可能 我從他眼神裡面看出 他覺得很可惜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社長會被 被人家擋下來 好 那這個就是 那天那個司法 就是 就是那個司法太有罪的時候 那他這樣那個活動 那個運動走到第十年 已經沒有人知道會贏還是會輸了 所以他那天其實有帶兩份那個 DM 跟兩種布條 一種就是感謝司法主持公道 另外一張就是抗議司法 抗議司法 不公 就是兩篇 然後那個新聞稿也寫兩份 然後一聽到 只有兩三個人可以進去聽判決 那聽到的 第一個人要立刻衝出來 告訴結果 那以便就是拿正確的布條出來 就是已經到這種 就是你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看天 講到這個 跟他講到那個信仰 我就記得那個 許醫師 後來在這一次成功之後 他發一封信給大家 我看了也很感動 他是醫生 照理說他應該會 就是數據講話對不對 就是科學 什麼都是科學 就他那戲裡面 他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能夠走到這裡 我相信是神明看到的 那我們有一條路可以走 所以當醫生到後面 還是要相信神明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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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那就是這樣 那天好快晚 這句話 這就是他們剛剛講 去觀點抗議人 後來我們在台南場辦切除會的時候 陳大老師講的一句話 就王一九老師講就很有道理 他說 其實你只要堅持做對的事情 幫助的力量就會出現 就是你要先靠自己 然後你做公益 要在不可能中找到可能 然後在失望中找到希望 找到希望 另外就是你看他被打 左邊這個也被打 右邊這個也被打 他打成這樣 捍衛公益 無謂暴力 我花三十秒講 旁邊這個環蒙的理事長 他已經六十五歲了 他其實被打到 我認為那個是 你知道那個黑道拿錢打人 是有行情的 就是拿多少錢打成怎樣 那打成那樣 頭還去逢六針 我覺得那個就是要他留 即使是這樣 他說他後來對他事理影響很大 他就覺得說 我繼續在街頭抗政也不是辦法 所以他在六十四歲那一年 書裡面有寫 他覺得說他要充實他的知識 像陳老師這樣會找斷層 會看得出來 然後去對抗那個壞人 所以他六十四歲去考上 那個環工系的研究所 就是這樣 這麼感人 做環運動是這樣 他為了誰 他沒有為了什麼 那就是大家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公民社會 為台灣留下一片好山好手 好時間好像超過了 謝謝 真的很棒 大家有沒有什麼感覺 大家是那種堅持的那種感覺 讓你覺得 怎麼會有人這樣 你知道嗎 麻煩陳老師 陳家華還有朱淑娟 我會覺得 你看他對把這件事情的人工去買 搞得這麼清楚 然後他去描寫另外一個 陳家華老師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很多人幫助 那其實現場我知道有一些 比較年輕的記者朋友在現場 那我覺得 淑娟是你們很好的榜樣 陳家華 我覺得應該要把好的學習 我覺得我是很佩服 那我們現場其實有兩位公民記者朋友 朱水文先生還有憲林海 那今天來 還有還有 還有還有還有 泡起寶寶 泡起寶寶 你就是泡起寶寶 我只知道你的藝名 我只知道你的藝名 泡起寶寶 泡起寶寶的公民記者 好那謝謝 那我們這裡有一個 還在線上的 很資深 可能跑環境新聞的時間比 他是五清六清四清的 版六請來 琼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堅果寶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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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